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0号国庆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秀林乡2020太鲁阁族感恩祭仪文化活动 双十年假晴朗的周六是在秀林乡的同门国小登场 由欢庆感恩祭舞蹈揭开了序幕 另外还有太鲁阁族传统的祭仪、石板陷阱 到糯米等文化体验的活动内容 适逢国庆廉价的日子 吸引了不少乡亲族人以及游客前来共襄盛举 花莲县秀林乡太鲁阁族感恩祭仪文化活动 双十年假的周六在秀林乡同门国小登场 由欢庆感恩祭舞到揭开序幕 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村长等贵宾 邀请族人以及游客一起加入行列共襄盛举 活动以传统文化内涵与创意之展现为主轴 包含岛糯米竞赛、石板陷阱 传统地基支部等活动 吸引许多游客感受泰鲁阁族的深度文化 随便来 很高的赛养 大赛养人 孙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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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會看得到大家現在在這裡所佈置的場地 希望能夠讓我們的文化記 在他們自己的部落能夠來協助村長 還有我們的代表還有鄉公所來一起來推動 生生不息這個農作物豐收 所以呢我們要感謝這個巴黎 他轉化為林的時候來到市場 我們就稱他是巴黎 母愛是感謝的意思 感恩我們的巴黎 所以我們叫母愛巴黎 今天非常的榮幸 那麼多的貴賓來到這裡 我們來一起歡慶我們的祖慶 願我們大會順利 下個禮拜我們在修林國小也舉辦一次 也希望大家也能夠共襄盛極 修林鄉長王玫瑰全成語足以致詞 並表示活動精神 主要是讓族人體認祖先的傳統文化智慧 也讓太魯閣族後代子孫 有實際體會文化記憶的機會 這次活動籌備規劃近一年 首先在南區同門國小登場 接著17日將在北區秀林國小辦理 期盼持續秉持文化推廣 教育保存等三項文化工作核心 永續發展太魯閣族傳統文化 記者長幫彥秀林鄉報道 記者长幫彥秀林鄉報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